据街上级,王强公司被强行翻找搜查 薛孝顺空降江城大战张安平 公司办公室里的门锁被人暴力拆开 以许助理为首的一众人等 在办公室四处翻看文件 薛孝顺也早就注意到 此人既然想要脱离薛氏集团 那他肯定不能带走薛氏集团任何相关的文件 此次许助理来这也正是为了这件 许助理,这是什么意思 王总,不是有意要脱离薛氏集团吗 我不过是来例行检查薛氏集团 名下的公司详情资料而已 把他的重要文件翻成这个样 只是例行检查 王强压低了声音,已经气得在发暴 许助理,你不过是薛孝顺身边的一条狗而已 不必在我面前嚣张成这样吧 王总,何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也不过是薛总有点不放心 让我来帮帮你 你只需要配合,一切都好说 许助理,我们或许可以聊一聊 有关于环球地产的事 一听到环球地产,许助理果然变了脸色 立马对身旁的打手摆了摆手,让他们先都出去 你应该知道薛总的脾气 你要真的将这件事情闹大 或者是再提起什么相关 他会做出什么事我可就不知道了 许助理,你觉得我还会在乎这些 从他勒索我八百万开始 我已经走投无路,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要有一天我真的吐出有关于环球地产的什么事 告诉薛总,可不要让他怪我 我也是被人逼的 你好自为之吧你 不要真以为自己有能力去和薛总作对 看着许助理冰冷的眼神像机器一般 王强也想到他们想干嘛 既然他们有能力想要铲除自己 那么绝对不会让环球地产的秘密攻诸于世 所以王强必须要救自己 许助理,只要我出了什么事 这件事情必定会有张安平帮我公布出来 你应该知道我刚才去见过他了 麻烦许助理跟薛总说一声 我只是想脱离这家房地产公司而已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想要 请薛总不要欺人太甚 若是不然,我肯定会起诉他的 许阳的脸色变得阴沉 这是件大事他不好自己做主 王总有话好好说 咱们都只不过是一些打工人罢了 我也理解你的难处 想必薛总也是能够理解 这件事我会好好跟薛总商量 还请王总要想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 许助理拿到了有关于公司的一些机密文件 带着人愤然离开 他立马向薛孝顺报告了此事 我看大王强手上像是真的有 环球地产那件事相关秘密 薛总,不如就 你是真想让我亲自去犯罪 这种迫事还用得着我来说 可目前他已经警惕起来 方法是行不通的 这个王强还去找过张安平 如果让他知道这些事 后果不堪设想 薛孝顺眉头皱得更深 这个家伙真的敢反水 薛孝顺即便有万贯家财 也没办法继续和张安平斗下去了 本来不过是一个小棋子 竟然捏着一手王炸 搞得薛孝顺十分头痛 我们犯不着跟这种小喽啰斗气 放他滚蛋 薛总说的没错 我们不和这人一般见识 这种小蚂蚁一样的角色 由我来处理就好 薛孝顺是房地产中的金融巨额 而王强脱离了薛氏集团后 想要继续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唯有张安平那里是一条路 江城地产的规划 其实还是比较明了的 我们拿地的理念 是一些靠湖边和江边的地 这里都必将是将来重点发展的方向 而且地产的稀缺性 也正是江城此时无人重视的一点 听到张安平对这些方向讲的头头是道 而且地产的稀缺性和拿地的理念 都是深得王强的心 可见张安平这个人目光之长远 实在是令人惊叹 张董 你的见识之长远实在是令人惊叹 能够有机会和你合作将会是我的荣幸 我希望能够入股安平地产 看到张安平没有立马回答 王强也知道自己曾经也是卫虎作娼和薛孝顺一伙 这肯定会令张安平极不放心 张总 我知道你还质疑我和薛总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保证 王总多虑了 从之前我愿意和你接触来看 就已经表明了我的意思 十分愿意和王总合作 张总 合作愉快 我愿意投资一千万入股安平地产 张安平听到也有些惊了 因为之前他还听王强一直哭诉说要拿出八百万 简直就是要他命 果然是老油条 有太多事藏着野长 总是懂得为自己做保守估计 欢迎王总 我会给王总两成的股份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合股股东 听到这里王强更是激动 他没有想到张安平他们会如此爽快地接受自己 而且这样不计前嫌 让王强更是有心死心趴地地跟张安平干下去 此事当然也很快传到了薛孝顺那 薛孝顺暴怒 一把摔了手中的文件 旁边的许助理和保镖大头皆是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张安平玩得够阴啊 薛总 这些有的不过是一些没用的东西罢了 就算跟着张安平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有些事就是败在这些戏之末节上面 尤其是李长青 这个人可不能小觑 当年与李长青的合作败露 事情发展的过程肯定会令他起疑 我总感觉心中有点不对劲 这次我必须亲自前往江城 好好会议会李长青 江城的房地产行业逐渐稳步进行 一切都在有序发展 自从张安平有防备之后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尤其是买地皮这一块 张安平做得越加小心谨慎 甚至不流露出一点他们主意的地皮 导致近几次在江城买的地皮 大多都变成无用的废的 所开发出来的 不是垃圾站就是相当冷门地点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张安平像次次算准了一样 一个个没用的东西 就那么容易上当 这块地皮我一定要亲自去看 本来薛孝顺还有些不屑 可近期得到各种关于江城开发的内部消息 彻底让他认识到了江城地皮的重要性 此时在看着这片地方 薛孝顺的眼中充满了掠夺的气息 安排好了 这次总得让张安平还主动找我一回 薛总您放心 我会去联系李长青 他不会不给面子 先见李长青吧 张安平自然会来找我 和李长青约定的地点较为隐秘 是薛孝顺在江城的办公地点 虽然这个公司模式看起来还不算太突出强大 这也是薛孝顺惯用的伎俩 薛总 我想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吧 多年老有 总如今见面就是这样的场景 这话说的似乎有点太生分了 李长青心中恨不得将此人扒皮削骨 要不是他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他当初又何必千辛万苦 从当一个搬运龙虾的小宫 开始慢慢采有了后来的产业 又遇到了陪他共患难的妻子 薛总 这话说的 怎么是我不愿意见你 只是薛总您是大忙人 前段时间忙着去美国做大生意 都不得空见我 我可是在你家门口等了五六天呢 薛孝顺干咳一声 也是心中的虚伪 李长青心中冷笑 暗中咬牙切齿地看他 当时薛孝顺家中的仆人跟我说 薛孝顺是去了乌国做生意 要好久不回来 根本不是去美国 想在这阵词到又对不上了 果然就是有心想要躲避 薛总是大忙人 我这样的小生意 你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只是不知道 当初我们那个运输公司的事情 你还记不记得 薛孝顺皱紧的眉头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这个李长青今日东问西问 总是要挑起从前的事 难道他已经知道了那些背后的手段 当年我做得很隐秘 李长青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啊 说起这个是真的可惜了 谁知道你竟然非要退出运输公司呢 但是后来赚钱 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 那么薛总还记得当年那个宋会计吗 听到宋会计这个人 薛孝顺眉毛一跳 心中自是感觉很不舒服 这家伙当年没将他打死 也不知道流落到哪去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宋会计当年贪污了点钱 然后就跑路了 你说他至于吗 那点钱我又不是给不起 何必吓成那样 不得 我之前还在同城见到宋会计的 他说他是好好辞职的 他不可能在同城 说完这句话 薛孝顺就意识自己 由于刚才话说的多有些疏漏 竟然不知道宋会计在哪 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不会在同城 李哥 今天怎么回事 总聊起从前的事情 你要是对运输公司有什么不满的话 我们哥俩都可以好好商量 我们这关系毕竟是铁的 你要是想回到运输公司 只需要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也不是不可以啊 之前我没有去找你合作 也是看你龙虾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不比那运输公司强 此时对薛孝顺 李长青只有极致的厌恶 哪里还有跟他合作的心思 这样虚伪阴毒的人 将来只会再一次将他踩在脚下而已 果然张安平说的是没错的 我是人不清 只会在此害死自己 孰清孰众 应该在心中好好掂量 薛总 你应该已经知道 我现在和张老板有合作吧 我也听说你们俩不对付呀 这个张安平也没什么大的能耐 你跟着他实在没什么前景 李哥我说这些话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我兄弟两个像从前一样互帮互助 难道不是走得更长远吗 跟你合作 只会将来死得更惨 薛总 您现在这么大的产业 我哪敢跟你称兄到底呀 不过说起张安平 发展的确实不明显 那李哥 有心思和我合作吗 只要李哥能够帮我这个忙 我可以继续带着你赚大钱 咱们也能扫清一些诈碍 薛孝顺也明知道李长青是为了载掉自己的胃口 他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要一个合适的价钱 李长青 咱们怎么说都是旧相识 只要你能够帮我将这件事情给办成 我们照样能够继续合作 薛总 怎么合作 还是像之前一样把我坑的倾家荡产 薛孝顺心中也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这李长青恐怕已经察觉了什么 可薛孝顺有什么好怕的 这些事怎么都查不到他的头上 李长青这个人从小玩到大 这人能有什么本事 我闭着眼睛都能把李长青算计得死死的 李哥 你别开玩笑 那些事我愿意让你去查 我是真的有意想要跟你合作 张安平能带给你什么 没有雄厚的资金 没有左右逢源的关系 他能带给你什么 或许是的确没有 可起码张安平绝对不会置我等于死地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看来他们确实没什么好谈 李长青转身出了办公室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张安平竟然能够让原本十分相信自己的李长青 对他死心他地 这个张安平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